每一個人都會放屁吧 不同的味道反映了你不同的身體狀況 真的還假的 醫生啊 我發現我最近我媽媽 排氣那個次數特別的多 而且非常的臭 她就覺得有一點像魚腥味 而且她發現她媽媽最近胃口 越來越差 然後就是人也瘦了很多 而且她最近甚至在她的廁所 旁邊的垃圾桶裡面 發現一些含血的衛生紙 對 看到這個 我一聽到的時候我就說 這一定很有問題 我就說你應該請你媽媽趕快來 這個一定是腸胃道出了些什麼問題 她說我有講啊 但是她就說她以前痔瘡 她就一直認為她痔瘡出現 她不認為這是腸道什麼問題 然後我是跟她說 你拜託你幫我轉述 你這個問題絕對不只痔瘡這麼簡單 一個高齡的患者 加上體重減輕 味道不好 又帶有這種 比較嚴重的出血現象 所以這種其實可能就是 腸道有長一些腫瘤的問題 後來她終於說服她媽媽來了 結果她媽媽一來以後 我們做了大腸已經發現 這個大腸裡面 而且那個腫瘤已經直接侵犯到肝臟 其實一來 其實就是已經是末期的狀態 歡迎我們的撒雞爐 男子漢妳一定要會放屁 不然妳連個屁都不是 屁這件事情真的是乾燥 像我跟我先生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沒有辦法在他面前放屁 然後上完小孩之後 屁漏原形 對啊 請問一下有沒有像這樣子的尷尬時刻呢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就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在 醞釀一點這個丹田之氣 然後我坐公車的時候 然後因為以前的公車它是會有放音樂的 然後我就想說 肚子有氣要放 這首歌我很熟 它副歌等一下會有三連個大鼓 啪 啪 啪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算著那個時間 啪 啪 啪 我就連放三個響屁 啪 啪 啪 舒服 然後可是我的站還沒到 然後我想說副歌它會三遍 那也就是我可以放 九層 九層天 我就連放了九個屁 可是旁邊坐著那個女孩 她就不開心了 就是 她就站了起來 把我耳機拿掉 好浪漫喔 她就說放屁的時候不要戴耳機好不好 因為歌不一樣 歌不一樣 因為那個公車裡面放的是蘇醒歌 可是我聽了是重金屬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尷尬 然後剛剛你還有講到這個夫妻之間 對不對 然後我跟我老婆那個時候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然後因為族群的這個文化不同 所以我到他們的那個不農族的族群裡面 她一開始有跟我講說 來我們的這個村莊是不能放屁 我說哇 既然有這種事情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不農族不准在村莊放屁 對 然後我說 為什麼連草叢都不行嗎 我說不行 太嚴格了 太嚴格了吧 不是 她說你放屁等一下有條件 你周邊都不能有人 對 不能有人 很有禮貌 很棒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不小心 因為大家就是久憨而厚就自然就來個屁 控肌忽然鬆了一下 對 放鬆 放了個屁 那個時候 我的那個準岳父大人 他就臉就垮掉 然後就看著我老婆 然後用他們的摩椅跟他講說 這種不尊重的人 你確定要嫁給他嗎 沒錯 真的過分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然後現場聽到人就說 你必須得要 放一個屁 殺一隻豬 對 只要現場有聽到的 都要分到 我當下說怎麼辦 這個婚還是得結 所以就買了一隻豬 然後跟他們家族道歉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就立下了一個 一個非常勵志的這個 飾演就是 我若是重樂透 我一定要拿 村辦公室的那個麥克風 放一個大屁個全村林平 勵不勵志 全村他那一隻 要幾隻有幾隻 對 我們Sakinu他在不對的時間 放了一個屁 結果必須要殺豬才能夠解決 來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狀況是 你就算殺豬大概都沒辦法解決 人生就毆滅了 好的我們整理出來 網路上的網友們投票 最尷尬的放屁時刻 總共有五名 那我們先來看第五名 首先是 在上瑜伽課的時候冥想 很安靜的時候突然放一個死亡之屁 這絕對是射死現場好不好 射死是什麼意思 就是社交死亡現場 你就沒有朋友了 你就沒有朋友了 就變得尷尬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哪裡 來喔 第四個更尷尬囉 在人家過世的喪禮上面 發表感人誌詞的時候 緬懷她的時候 來一個想屁 哇 比如說她的妹妹或她老婆說 偶爾 讓我們懷念她 我的先生她 年輕的時候 太過分 這個完全就是臭屎人啊 臭屎人都不行 這真的很不尊重 對 臭屎人 玷污王者 絕對不行 這個不行 非常尷尬好不好 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 在和你的曖昧對象初次約會的時候 真的 兩個人不太熟的時候 還在 哇 也在試探對方的時候 突然來個 哇 圓形畢露 這尷尬喔 這也滿尷尬的 再來第二名是在 哇 面試工作的時候 這工作肯定也是應該丟了嘛 我想 再來是最後一個是 第一名 大家覺得最尷尬的是在 與另外一半親密行為的時候 對 你在啪啪啪的時候 突然就 噗噗噗 哇 這個節奏 這個聲響 應該會滿解嗨的喔 哇 哇 就是 就是雙網吧 對 有小小的一個姿勢補充啦 就大家以為說 在那個電梯裡面呢 很尷尬 可是那個竟然只有第六名而已 哎呦 其實 坐電梯放屁 真的也是滿缺的 真的很缺的 對啊 尤其是你 就是那個樓層很高的有沒有 哇 你這樣是不是 我從六樓 忍你到三十六樓了喔 真的 哇賽 我放過六個 曾經 你很過分 他們應該罹難了吧 你忍不住啊 不是 我已經 差不多我在放屁的時候 我已經在防衛我自己了 因為我知道他們要出手 你是無聲的還是有聲的 就是都很複雜 穿插啊 對 有形無形的一起來 有感的話 真的擋不住耶 但那個狀況就是真的很尷尬 你知道我們女主播 就大家就是很端莊 漂漂亮 然後那個最震驚的在播新聞 那其實整個諾大的攝影棚裡面 就只有我跟 不是我啦 就是就只有那個當事人 就只有那個當事人 呼之欲出 就只有那個當事人跟這個 當事攝影師 兩個人這樣子 不然一聲響屁 來 你還要強妝鎮定 然後攝影師也是見過大風大浪 攝影師就假裝沒有聽到這件事情 然後進新聞之後 攝影師當場笑出聲 這怎麼忍啊 太尷尬了吧 對我也不知道那個女主播 是怎麼經過 但她的臉完全表情控感都非常好嗎 她就假裝沒事的 立刻拿起手機傳情 怎麼辦 我放了一個大屁 然後能立刻跟大家就是 但是你還有下一則新聞 怎麼辦你還是要忍耐住 但是總是有這種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子忍不住啊 而且為什麼屁一定會有聲音 這麼大聲 基本上有無聲的 但你真的是要靠擴躍劑的控制 對 到底屁是怎樣 其實我們的屁 為什麼會形成 其實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在吃東西的過程中 其實無形中 你會吞入不少的空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吃進去的東西 其實你 會產生氣體 就因為這兩個因素 其實我們胃腸到平常 就會堆了很多的氣 但是這些氣裡面 其實絕大部分的物質 都是像是像氧氣 氧氣 二氧化碳 氮氣 少部分跟細菌發酵有關的 像是所謂的氫氣 甲烷等等 那通常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臭味 我們臭味主要來自於就是 所謂的 另外就是說 還有可能是跟所謂的 這些就比較可能是 佔我們的屁裡面組成 大概只有1%的組成比例而已 基本上是相對是低 只是說當這個味道 一旦散出來以後 其實大家都會記得你就死了 可是有時候屁是沒有味道的 是 基本上其實我們 如果其實我們吃 像是你肉吃的比較多 或者是油膩的食物吃的比較多 甚至你吃的比較多產氣食物 或是含流的蔬菜 花椰菜 蒜 這些東西吃的比較多 就會有味道了 那如果我吃很多香料的話 我的屁有可能是香的嗎 基本上屁大概都是無味 或者是略帶臭味為主 真的要香 可能是除非你很喜歡那個人 大概那個屁大概是不會一直香的 透過屁來瞭解你愛不愛這個人 哎唷 我老婆的屁好臭啊 可是我是愛他的喔 多臭 老虎大便喔 很臭 他只要一放那種 我的 你會抓來我 啊 兒子 兒子 不要做形象喔 感覺我不是每天放屁耶 每個人每天一定會放屁嘛 基本上一天正常放屁的次數 其實有一些說法是說 大概一天大概十到二十次 哪有那麼多喔 但其實說無形中 有時候你放屁 你自己可能不自知啊 對 有時候在你放鬆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去特別注意到 有時候也是會有一些氣體的排出 但是其實真正的屁的次數 其實你沒有辦法真正去統計嘛 那其實我相信要跟自己比啦 其實並沒有真正所謂的正常值的限制 其實你如果覺得這段時間 你的屁跟平常比起來 次數明顯變多 那可能是比較有意義的 我有過一天喔 不誇張喔 我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 這個早上大概十個 我就想說今天就差不多結束 很多耶 一個早上十個 十個 你是吃了什麼東西 我起床起碼就先兩個屁 對 先開場 胖胖 兩頭花先胖 對不對 明星要出場 放胖嘛 偷醜好不好 對 然後想說 到九點 八個屁喔 然後想說不太對 結果那一整天下來 五十幾個屁 你是要拉屎了吧 可是重點是我沒有拉屎 重點是我沒有拉屎 就是一直放屁 然後放到是 我想說 可能今天 就是少講話 因為我們 就是有時候講話 空氣而進去 對 然後就我那天就是刻意 還不講話隔天 多兩個屁啊 五十六個屁 我想說不妙了 然後就去看中醫師 然後中醫師 然後他邊看還邊忍 他邊抱我把脈 然後我邊放 我還在放 我沒有客氣的 他就 年輕人 太缺的了 看整把脈間 你都還可以運氣 好 你這個可能這個是肝油 是有什麼問題 然後所以他幫我看了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 液肝茶什麼 然後我回去喝了第一天 其實第一天就 很有效 那個屁就直接對半看 就二十五個屁 也是滿多的 可是喝到一個禮拜過後 大概一天三五個屁 三五個屁其實也還算滿多的 但是為什麼喝了茶就可以調整 屁跟什麼肝 或什麼有關 因為我們肝是消化器官 那肝在五行它屬木 木會刻土 土就是皮胃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皮 皮得不髒 它就是會影響你的消化 然後你的腸子 胃跟腸 腸子如果沒有蠕動 所以當你有時候走路的時候 它動了一下 你就會把屁放過來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屁是不會臭 有時候屁 其實在我們中醫來講 屁它是很受歡迎的事情 因為 對啊 你找對地方了 中醫界的明星 不是 因為你如果胃腸器的時候 是不是很不舒服 整個人都無精打采 憋憋的 對啊 但是如果說 你把那個皮器通了以後 比如說我們按個這個 殤陽線 你這樣一按 它腸胃通了以後 你屁放出來之後 人家很輕鬆 我就覺得說 好歡迎你這個屁對不對 那小孩子在喝奶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你把它放在這裡拍背有沒有 它打個嗝 所以我剛才講說 上有液氣 下有死氣 它沒有打嗝的時候 等一下放屁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中醫來講 放屁其實是一件好事 可是楊醫師他是突然 一天56個屁 那個是怎麼樣 生病了嗎 他就是 吃東西的時候 我看他剛才一直講 講那麼多話對不對 吃完如果一直講話 你空氣吃太多 他腸子有空間 所以你在蠕動的時候 他就一直出來 上游一氣 下游死氣 你放出來以後你才不會 不然你看他也沒有感覺 他有上氣 就是因為他在放屁 應該要說我吃東西跟喝東西 都非常地快 然後這可能也有影響 就是我排氣 我可以邊吃邊放 邊吃邊放屁喔 邊吃邊放屁喔 對 你真的這樣糟糕 那這樣人家怎麼吃得下去 就是我會盡量讓自己獨處 就是大家離我遠一點 然後這邊就是嚴盡嚴虎 對 如果 對 有可能會著火 對 爆炸 真的 可怕 對 那Sakinu這樣子的這個行為 是不是真的 飲食有關 或是他真的吃飯吃太快 這個有關 其實我們吃食物進到身體裡面 你的腸道一定會蠕動 所以腸道蠕動就會刺激你去放屁 所以確實滿多人 應該來說大家都是吃晚飯 大概一兩個小時 最容易放屁的時候 但確實有一些人身體上一餐的氣 還沒有排出來 就會變成你這一餐 邊吃邊放 那除了吃到比較多產氣的食物 像剛剛醫師有提到什麼 洋蔥 高麗菜 或是像高油脂 高麗菜會放屁喔 十字花科蔬菜也很容易產氣 對 雖然它是很健康的食物 但它確實比較容易產氣 或是像一些高油脂 高糖的食物 像披薩 而且吃完也很容易會脹氣 酒喝多也有可能 酒喝多了 有可能 對 可能是 所以這些都是很容易造成 產氣的一些食物 但還有一些食物 它會影響我們的屁味 所以如果真的怕太尷尬的話 你可以透過食物來調整你的味道 譬如說有些人吃大蒜 洋蔥吃多了 可能屁味會容易比較重 像中秋節到很多人都會吃柚子 大家應該都聞過 柚子的屁很臭 柚子的屁很臭嗎 柚子的屁很臭 有些人覺得柚子屁很香 沒有 柚子的屁是很香的 沒錯 因為它柚子的香味 對 因為柚子精油的味道 而且 而且你吃柚子都不會有脹氣 因為柚子會先清你的腸胃 你的那個畸便 有便秘的人吃了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會死氣的人 比較不好 是出來的 沒有打嗝也不好對不對 所以你打嗝以後 或者放出死氣以後 你就會比較身體會健康 不然的話 不然你吃一下東西 臟在胃裡你就會嘔吐 所以藉著你這樣的打嗝 或者放屁 來改善你的胃腸脹氣 那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脹氣的習慣 就是脾胃不好 脾胃的消化功能不好 到了中秋節的時候 就好好的給它改善 然後吃了柚子又 到便又香 你放出來的屁也是香的 我們一年就等這一檔了 真的 就是雞這一年 我們一年就等這一檔 一年香一次 但我要先問一下 到底容易放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是在根治對不對 我們後續才能吃柚子 來調整香氣 歡迎來到健康動態隊 跟著Witch三分鐘 讓你健康好輕鬆 不管是站著坐 坐著坐都可以喔 今天我們要運用 我們身邊的這些物品 例如毛巾 來做我們的一些運動 大家一起動起來吧 準備好了嗎 首先先把我們的毛巾 直立在雙前 然後我們開始做踏步的動作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來呢 再進階一點 把我們的左腳先往前伸 同時呢 把我們的手的毛巾往外推 像這樣子 加上節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來呢 我們雙手平舉 然後做一個垂直 往上慢慢的 肩膀輕輕的 深呼吸 吐氣 也是在節奏上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一個 公步轉腰的動作 首先把我們的左腳往外 同時轉腰 一 二 換右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來呢 做一個開車的動作 兩隻手呢 水平打直之後呢 我們先往左邊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開完車之後呢 要做轉腰的動作囉 最後一個動作是這樣子的 先往左邊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來呢 把這六個動作 聯繫在一起 你們準備好了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 2 3 4 5 6 7 8 8 2 3 4 5 6 7 開車 9 2 3 4 5 6 7 8 10 2 3 4 5 6 7 最後轉腰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停 你們做得很好 先問一下到底容易放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是在根治嘛 我們後續才能吃柚子來調整香氣 就是除了產氣的食物之外 如果本身腸道菌相的狀況比較不好 產出來的氣也比較容易臭 像剛剛醫師有提到 如果你腸道裡面壞菌多 像烤肉或是不好的食物吃太多的話 也容易讓你腸道裡面的壞菌變得比較多 再來就是有一些人容易 熬夜壓力大 現在上班族最常發生的狀況 所以熬夜壓力大的話 通常腸道菌相也比較不好 所以就連帶的 放屁啊 屁臭的這種情形 就比較常發生 那有另外一個是比較好的 就是常運動的人 他其實排氣的狀況是比較好的 因為運動的時候可以促進腸道蠕動 所以他可以在運動的過程中連帶 讓我們的屁比較容易開出來 再來就是女生經期前 滿多人會在經期前一週 開始容易有便秘的情形 所以那個時候你的腸道狀況比較不好 然後經期一來剛好排便會比較順暢 那個時候放出來的屁 就會剛好比較臭一點點 因為前面積了比較多的便便在身體裡 所以我便秘的時候反而不會放屁 有些人便秘是滿放不出來的 塞住了 塞住了 連氣都過不了 對啊 因為通常人家講說狂放屁 就是你要便便的前奏 才在蠕動的感覺 對 你有放屁放不出來的狀況嗎 屁應該不會放不出來吧 有啊 就是胃很脹啊 整個腸胃都堵堵的 胃肚堵啊 然後放不出來啊 有過 然後你那個如果真的放出來了 那就是不得了 對啊 而且 剛剛我們都有在聊這個屁的配方 他們是什麼什麼 柚子 柚子香的 對 有根據我這個屁界這個巧處 嗯 屁齁 四顆星的大部分都是吃茶葉蛋 然後吃那個肉 吃哪種 有氨基酸蛋白質 對 那個屁一出來我就 他說 昨天烤肉 吃牛肉 那個只要一聞就知道就是 那個是茶葉蛋的味道 而且那個味道是很濃 然後久久不散 對 然後 我曾經也有放過 就是有調配過一個 非常毒的配方 那個甚至有戴防毒面具 因為它會刺 你會被虛唸 對 毒氣 我自己都嚇到我 因為那一天去吃什麼 麻辣鍋 對 麻辣鍋 麻辣鍋 麻辣鍋都會燻是不是 又臭又燻 你看 真的 我還一直以為是 可能他們什麼 什麼瓦斯外露感 除了燻之外 它的臭味是怎麼樣 感覺就是 你會知道它是 辣辣的 對 辣辣的 因為它會先經過你的菊花 菊花口 菊花經過的時候 那個屁 特別熱 很熱 然後你會 熱感 熱感 心就代表熱 很自熱 心熱 對 很熱 然後它就開始 怎麼會燙 你會覺得開始會燙 然後就整個氣體出來之後 然後你會覺得 你好像被烤過 就是被火燒過那種感覺 它整個出來 然後開始那個味道 不對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 叫大家開始逃難 輸酸 對 然後它就開始刺別的時候 你自己在那邊揮 很尷尬 那個味道 好可怕 為什麼 是因為辣是不是 還是怎樣 對 心傷會 我們講說 心者能散 能散就是把你的流汗 就是你吃辣的時候 是不是會流汗 汗流得太多 我們會跟大腸相表理 吃辣就是會讓你流 我覺得它吃的辣 不是一直滿身大汗嗎 水溫流出來裡面 大腸就是變成大腸比較硬 你一直出不來 所以就出來的時候就是都是臭的 就急很多天了 所以吃麻辣鍋的人通常都 10個 應該有11個會便秘 他剛剛講的那個 譬如說蛋白質這個 是不是就是很特別的一個味道 基本上有時候我們再會去討論說 你不同的屁臭味 可能跟你的身體健康有沒有什麼關係 或者吃什麼 你真心會問你的病患說 你的屁臭味是哪一種屁味 基本上屁臭味有很多種 但是目前我覺得 最可靠的就是魚腥味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我們一般會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一般的臭味 大概反映的身體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是一般那種大便 特別臭的那種狀況 一般都是肉吃的太多了 蛋白質攝取過多 這個是大家最常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有些病人會說 我就奇怪 為什麼排出來的氣 有一點那種臭雞蛋的味道 那這種大概就是含流食物吃的比較多 可能就是像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像是那個蒜啊 或者是花椰菜那種比較含流的食物 但是其實另外就是有些人 會有那種臭水溝的味道 臭水溝味道其實 大部分都是在你腸胃炎的時候 大家可以仔細去回想一下 你腸胃炎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上廁所的時候 你那個味道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樣 那種比較偏水溝味 那種通常是在腸道有感染的時候 會是這樣的味道 水溝味真的很難想像 是 腸胃炎是那個味道沒錯 它不是泵變的味道 它是有點像是水溝水的味道 沒錯 所以你在國中在挖 那個清水溝的那個味道 那我覺得我個人是覺得 最 我們最擔心遇到的一個味道 其實是所謂的魚腥味 其實有時候你如果去上廁所 如果你發現有魚腥味 這通常都代表你消化道在出血 其實我們以前在腸胃科 在顧病房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一進到病房裡面 我一看到一聞到 就是還沒看到病人 一聞到那味道我就知道 這病人又有消化道又出血了 可能又要緊急做內視鏡 這個其實是非常準 是嚴重的 非常準的 對 那種通常都是大量出血 那種大便都是那種黑便 那種瀝青便這樣一直流出來 這種會有伴水很濃重的魚腥味 這個算是滿準確的 那另外就是有人會提到說 什麼像 那個有時候是會去懷疑 腸道裡面有沒有長一些腫瘤 這些問題 但是真正來說 你用臭味去判斷 你這個人的身體健康 其實你知道 我覺得準確度還是有待上去 其實還是要搭配你本身 自己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腸道危險症狀來判定 但你說那個屁味 就是說特殊的屁味 它不會跟著人 就是你放完屁 它一散就一散了 它不會跟在人的身上 基本上其實那個味道 要散去都還是要有一點時間 但是大部分 通常是如果是那種 越濃的那種屁 當然可能停留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點 臭的屁表示 它是身體不健康 如果屁不是很臭 有點香 那就沒關係了 所以屁也是有 屁 香屁的人是不是 香屁的人 就是它的味場都還不錯 只是說像他剛才講的 有些人他吃飯的時候 講話講太多 空氣的 空氣夾在那邊 但是我們屁也是可以分五種 還是酸苦甘辛鹹 你聞起來酸酸的就好像 酸苦甘辛鹹 有可以調味的 就是說那個屁的味道 有人放屁放心酸的 屁的味道 不是吃了什麼辛辣的 或者有豆腐臭的有沒有 那你聞到它放出了 屁有點酸酸的有沒有 好像說酸梅味什麼的 那個就是他剛工的 感覺很好吃 酸梅 像那個香菲可能 那個屁味就是桂花的味道 不是 他說我走在巷子 就是桂花香 不是 是皮味 因為香菲它本身有皮味病 所以它 放出來的屁是香的 是酸苦甘 甘就是甘甜有沒有 甘是甘草的甘的酸甜 所以它放出來的屁是香的 但是皮味不好 但是那種屁也是接受度很強 皇帝就很喜歡那個香菲的香屁 對不對 他一聞到香屁 那都靠過去了 對 紅茶的忘記 這個可能還是就是一個人 就是有一個主觀的意思 好 我們發現這個原來香菲的脾味 是不好的 對 所以這個屁味跟這個 屁跟你的五臟是有關係的 不過其實放屁 大家每天一定都有放屁 但是你人了不了解屁 我們關於屁也有很多的迷思 今天要來破解 所以來第一個要破解的 放屁迷思 俗話說得好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是真的嗎 1 2 3 想屁不臭 臭屁 答案是錯 天啊 沒想到耶 來 我們先問一下身為專家 你跟其他兩位專家都不一樣 請問營養師你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家人滿常 又想又臭 所以 個人經驗 生活型態 對 我們的生活經驗也是這樣子 來 我們問一下甘仔 你常會給西醫派的 是 基本上喔 響屁通常代表是 你的排氣量比較大 排氣量比較大聲音才會響 但是排氣量大通常我們暗示的是 蘆動比較好 所以說這種情況下 你的氣體停留在腸道的時間 會比較短 所以說相對來說 比較不會那麼濃 比較不會那麼臭 但是我們最怕那種是無聲雷 那種就是沒有味道 不是 沒有聲音 你又講無聲雷了 對 超級臭的那種屁 基本上那種屁量都是很少的 所以不會發出聲音 對 但是這種 因為通常為什麼屁量那麼少 大部分都是腸胃道 可能蘆動功能有些狀況 那其實它在腸胃道 待的時間就很久 然後出來就一點點 所以這種通常都是 超級濃的這種臭屁 所以說我覺得就 就古老的那種說法 想屁不是臭 臭屁不想 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其實還滿問 再來關於屁還有什麼樣迷思呢 在很多的場合真的很不適合放屁 那如果我們把屁這個忍住 在身體裡不放出來 會不會生病啊 肯定吧 屁忍得住嗎 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 對 對不對 你真的很優秀 是不是 如果撐得住的話 誰會想要再約會對象 或者是喜歡的捏捏方便 就是撐不住啊 撐不住啊 你看就像我有一次也是一樣 忍不住 我那屁也是忍不住 可是那個計程車司機硬要叫我忍住 因為我那時候 你還會先跟他講說 司機要說我快要放屁了 沒有 我有預告他 因為我上車的時候就跟他說 神奇大哥我剛吃完麻辣鍋 然後可能坐你的車 可能20分鐘 然後我5分鐘內 我肚子可能會不舒服 然後那個司機就說 你不舒服的時候趕快跟我講 我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他說 從現在開始 不要相信你的任何一個屁 你的司機大哥也很酷 對 他就馬上找加油站 你趕快去 趕快去放 趕快去弄 要不然你會生病 他就是要叫我忍住 不能忍 忍不了 一般人不是都偷偷地把車窗搖下來 然後盡量想辦法控制你的擴約機 這樣就過去了 怎麼可能不放屁 然後故意唱歌很大聲 對不對 好了 差不多 就讓那個屁就這樣過 對啊 不放出來會生病吧 大家都一致認同 是 因為基本上 其實我們胃腸道裡面的氣體 平常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抒發管道 不是從上面就是從下面 對 但是基本上你不太能控制 但是如果堆在肚子裡面 一肚子氣一定會有問題 一肚子氣基本上第一個 你的腸子會被撐開來 所以你肚子容易會痛 而且容易會腳 腸壁一撐開來以後 你的肌肉就會開始要收縮 就會開始腳痛 然後另外其實很多人脹氣的時候 它會有很明顯的刺痛感 而且甚至女生最不喜歡的就是腹突 她覺得奇怪 為什麼今天 我晚上跟早上 那腰尾好像不太一樣 這就是一肚子氣的原因 氣體太多 讓你的整個肚子撐開來 會有一個腹突的情況 所以說就各方面 不管是從外觀 或者是從一些症狀的表現來看 其實 你在當專科醫師的時候 你有認真研究過屁嗎 當了專科以後才開始在研究 因為其實我們腸胃科 有時候我們在還沒有看到病人前 我們觀看病人進來 或是病人在陳述一些事實的時候 還沒檢查前 我們大概就已經要先猜到 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其實看起有病人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對 從屁一進來 就越聞其響 有沒有 就大概了解他的病狀 好 那接下來的這個迷思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 多屁的人總比無屁的人好嗎 肯定的吧 必須的 對 有屁總比沒屁好 放得出來總比放不出來好 要不然你連屁都不死 對 對不對 一開始就搶了 對不對 而且中醫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有沒有 有學問 是不是 什麼意思 楊醫師 就是你 因為我們講胃腸 大腸不是跟胃相表理 你氣阻的話你大便通了 比較不會有那個屁 你不通的話 就上在那邊的時候 放不出來就越來越吵 真的 對 我們有小孩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麼喜歡一個人 那個打嗝跟放屁 他如果沒有放屁的話 你會很擔心他 沒大便的話就很擔心他 每天就一直戳他的肚子 然後嗝也是把它拍到 感覺那個肋骨 後面那個脊椎都要斷掉 這樣子 真的很恐怖 好 多屁總比沒屁好 這個應該OK的 好 來 再來咧 聞屁胃有益身心健康嗎 聞屁胃 我覺得這滿 不是 會有這個樣子的問題 是誰有這樣子的迷思 聞名不搞的 等一下 這話不是空穴來風 來 什麼意思 來 WISH 好的 這個是一個來自英國的研究 他說聞這個臭屁胃 可以預防癌症 重症 還有心臟病 以及失智症的發生機率 是因為這個臭屁中呢 含有硫化氫 可以保護細胞的立腺體 改善發炎 所以團隊認為呢 聞屁胃是好的喔 不是 這有可能嗎 來來來 我們先問一下希依 來 我們先問一下希依 我是持反對的態度 因為其實我們對一些研究 有時候我們都抱持著一個 懷疑的心態啦 因為其實像硫化氫 雖然也許可能真的 對身體有些幫助 但是你要怎麼知道 這個患者排出來的屁裡面 真的含有硫化氫 而且那個量到底多少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定量 所以他就是變成他的受試者 他的測驗者 他要放屁了之後 他就 準備好了 然後有一個東西把它接住 然後就有那個 管子這樣過來 對 然後那個 立刻就要測量 瘋器是不是 他必須要這樣子才準確 弄得跟阿凡達一樣 沒有連結喔 所以光是這樣子 其實這整個研究 就會有很多的變數存在啦 其實這一定知道 研究基本上是很難做成的 所以這樣的研究可能 我會覺得可信度相對是比較低的 來 我們營養師 西醫的 你有聽過這樣子的這個屁的研究 是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但因為它上面寫說 因為臭屁裡面的硫化氫 就可以保護細胞 可是我們很多天然食物裡面 本來就有硫化物 因為剛剛一直有重複提到 洋蔥 十字滑克蔬菜 本來就有 所以如果要預防這些疾病的話 我是寧可吃那一些 不要吻屁 對 不要吻屁比較好 會不會是吃了那一些 十字顆花類的 然後你那個屁出來 它其實是淬煉 萃取 精華 在自精煉之後 有沒有 對 提煉再提煉 所以就是吸一口就可以 不用吃那麼多 我就吸一口就吃到精華 不是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是有過這樣 然後我放那個P 然後我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在為了要 就是為了要減脂 然後就是多吃那些蔬菜 然後都是水煮的 什麼調味都沒有 那個是毒 提煉再提煉 精華再精華 我放那個P在房間 我把門給關起來 他說會幫助有身心健康 有沒有 造成我小朋友的創傷 真的 救命 真的耶 真的 然後我說你們以後 當兵也是會進毒氣勢 現在先訓練 他們身心靈整個是非常的大 不OK 真的不能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人不要臭屁 同時也不要臭屁 我們要來好好的對抗這個臭屁的這件事情 臭屁不一定是不好 對不對 如果排出來是那個太久 身體裡面的毒素 對 我們有一個例子就是 是一個患者 他的爸爸遇到一些意外的事件 然後就是氣悶 胸悶 就這樣分開就對了 所以有兩三天沒有大便 然後肚子脹起來 氣什麼都脹著 所以他們就是相信一個偏方 就是把那個蟑螂 吊在那裡 你是說把蟑螂混在粥裡面 然後要吃掉 還要活的 他就是孤瘀一刺 不然就要死掉了對不對 但是肚子脹得很大 他就好啊 就始碼當活也要 就給他管 他吃下去以後 真的放了一個響片很臭 他們就在期待這個臭屁了 洪天 因為那個告訴他的高人說 你就等到一個臭屁出來 他就醒來了 人本來眼睛閉著 吃下去之後 放個很臭的屁 很響 大家就期待那個臭屁了 可能就西洋人講的那種流氣 放了之後 再過三分鐘 眼睛就打開了 一屁 兩屁 萬年富貴 那個患者先生跟我講 他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他也是 後來他也是肚子脹氣來找我 但是我是給他 那個開的是 行氣化瘀的 就是蘇甘解育的藥 他回去 他也跟我講 他也是換個屁 很臭 他生理就好了 就是說有時候屁 當然香的是很好 就是臭屁的時候 也是你很喜歡的屁 沒有排出來 你肚子脹得也不舒服 對 所以有時候臭屁還是很臭彎 對 聽起來是原本不放這個屁 會有生命危險 其實聽到 剛剛中醫師這樣講 後來想到 其實乾陰化的患者 如果你便祕 氣體還不出來 其實會乾昏迷 其實在乾陰化的患者 其實有時候會忽然意識不清 有的不知道在講什麼 眼睛張不開 這種時候乾昏迷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因為 裡面太多的那個氨 阿摩尼亞那個 蓄積在體內 然後流到腦子 造成所謂的乾昏迷 像這種狀況 其實真的就是要想辦法 把大便弄出來 我們通常會給他用一些 比較強力的卸藥 讓這個氨粒子 盡量離子化學的大便排出來 讓你減少在體內的濃度 這樣病人真的會醒來 但是我們是用藥 我們是不是不太清楚說 蟑螂有沒有這樣的效果 是我們吸醫 因為吸醫基本上 還是以藥物為主 所以這塊 我們就比較不清楚 不過這個學說我覺得 在某些狀況下的確是成立的 對 有時候就等那個屁 對 我以前開過那個樓館 然後他說 你若是要進食的話 你就是要等那個屁出來 對 那我想到 我們那時候生完小孩的時候 醫生也是叫你 趕快下來走一走 為什麼他就說 你要趕快放屁 你放屁了一切才會正常 因為放屁本身 如果放得出屁的話 代表腸胃道功能 是回復正常的 因為你可能在 在手術過程中 不管是影響到腸子 或是影響到全身做麻醉 整個腸胃道其實功能是下降的 那如果你開始排氣代表 你腸胃道開始蠕動了 開始會動氣體就會出來 這代表這樣 如果你腸胃道已經開始動了 你就可以開始吃東西試試看 看會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對 沒有的話就可以回復正常進食了 就是在等那個屁 就是在等那個屁 好 我們終於等到了正常的屁之後呢 一般在日常正常的放屁呢 有沒有什麼可以減少周圍人困擾 讓我們人緣不錯的這個放屁的祕訣呢 我們可以少吃一些比較容易產氣的食物 然後剛有提到像麻辣鍋那種高油脂 或高鹹度的食物也盡量減少 你的屁胃比較不會那麼重 我自己有一點小小的方法 我跟我很多病人都說 在比如說吃一個便當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吃蛋白質食物 再吃澱粉的食物 比較不容易產生太多的氣體 也比較不容易那麼臭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人喜歡喝飲料 或是用環保杯都會裝吸管 其實用吸管喝東西也很容易產氣 所以在吃一個正餐的時候 建議就蛋白質吃完再吃澱粉 然後最後喝的東西 盡量直接舊口喝 也可以降低食物 空氣進來嘴巴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盡量養成 自己嘗到健康的習慣 比如說多吃蔬菜 水果 然後像很多食物是可以帶皮吃的 比如說地瓜 像葡萄 芭樂這種 本來皮就可以連一起吃的話 它可以攝取到的鮮味質會比較多 那對腸道健康狀況也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說在某些狀況下 如果你常常吃抗生素 或是去吃一些胃藥 你可能會改變到 你腸道裡面的豪菌的比例 這時候你可能也會常常放臭皮 吃一些益生菌做補充 也會獲得改善 另外就是剛剛進食的習慣 剛剛有提到不要用習慣喝水 另外 常吃口香糖 因為口香糖裡面其實有很多代糖 代糖其實我們人體是不會消化吸收 都是我們腸子裡面的細菌在消化吸收 對 所以那個時候會產氣 所以吃口香糖吃多的 也容易會有放屁的這種情況 另外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一直講話那些的 就會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你在吃 對 你會吞進很多空氣 所以這種進食習慣 其實各種原因 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們一肚子氣的情況 所以要做一些調整才會獲得改善 好 我們剛剛除了說吃東西之外 有沒有什麼 就中醫有很多 就是什麼隔空打牛的 這種穴道或幹嘛的 有沒有什麼這種讓我們可以 運動操 有運動操 對 但是我們也是要吃一點中藥 就是有 我們常聽說的 陳皮有沒有 它叫 還有鮮渣 大家都聽過 山渣 這種東西就是 讓你調整你的腸胃的功能 才不會說氣都結在那邊 所以而且那個都很便宜 買來 自己在家裡泡茶喝 然後就做做運動操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腸子蠕動很好 就不會有空氣塞在裡面 他自己會把腸子調整好 就不會有排氣的 胖臭屁的習慣 楊醫師示範 示範運動操 好 就是我剛才講過 我們脾胃不好 就是木剋土 土會剋水 水就是腎臟 腎臟的筋線 在腳底有一個泳前線 土垢後 然後土不會嗑水 水生木的話 乾就健康 所以我們肺 剛才我講 肺跟大腸相表理 你有肺氣阻 你的大腸蠕動很正常 就不會有空氣塞在那邊 所以就比較不會放屁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設計的話 就是手足三部曲 就是說我們肩膀這裡 這裡有一個肺筋 心包筋還有心筋 所以我們心肺功能很好 它就比較不會放屁 減少放屁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 這邊是大腸筋 這個是小腸筋 然後這個是三膠筋 就是氣的快滴 讓你的氣把它擠好就不會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先把腳墊高的時候 手抬高有沒有 要站起來嗎 要 就是問問我們 把手墊高的時候 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是心筋 心跟小腸這樣 把它墊高 腳墊高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勇前線 勇前線 然後我們的肩膀 這裡這邊有三條 向後轉 向前的話 大腸筋是在前面 所以我們肩膀向前動 向前 先向後再向前 然後肘部這裡也是 肺筋在這裡 心包筋還有心筋 所以是先提高 然後 對 先聳肩 向後轉 我剛剛一直叫 這樣向後轉 我轉不了 我原來已經換動作了 向後 然後 再向前 然後肘部這裡也是 都是心肺 呼吸功能 跟大腸筋 讓它蠕動鎮長 所以我們這裡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然後再向前面 然後身子這裡就是 我們肺筋 這個是心筋 這個是小腸 大腸筋 所以我們手要360度 先這樣 把腳墊高了以後 這個一定要墊得越高 你如果會 不能咬 不能晃 這個時候打死都不晃 對 這樣把我們腎臟超過 很醉 就是這樣子 大家知道了 就是這樣 打直 腱腳尖 然後肩膀動 向後 向前 然後肘部的運動 向後 向前 伸直 360度 再回來 這樣就一個療程了 沒有 大家一起要 好 圍繞起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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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登登登登登共 哥哥爸爸 正為大 命運找我家 走不得 為國旗 大戰 當兵小哈哈 走吧走吧 哥哥爸爸 家事不用你牽掛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拍個手 因為這裡剛好手心這裡都是 呼吸器官跟你的大腸 都有鼓勵到 這樣大家有沒有很健康 下次看到有人在做這個運動 我就知道他要放屁 真的 缺放屁 這樣子也減少放屁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放 也是非常香的屁 減少放 是香的屁 這樣放出來的屁都是香 這是香屁的運動 放香屁的 好 來 請回座 謝謝 我覺得很棒 很棒 而且又簡單 主要是簡單好做 然後 老人家就是也很知道怎麼做 我覺得滿好 動作 運動不要複雜 沒錯 運動就是簡單 大家就可以學起來 常常做這是最重要的 歌名是只要我長大 對 大家可以下最強 從小就可以很快樂地長大 對 而且要有前奏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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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墊腳尖 盛氣除骨頭才強壯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那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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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才可以太強 減少放屁的機會 才可以減少放屁機會 或變成香屁 香飛 變成香飛 好 所以今天告訴大家很多 這個放屁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有屁快放 不要憋 憋了會生病 沒錯 今天要提醒大家 健康展覽關鍵數字是 99 為什麼呢 基本上如果99%的物質 其實都是一些無味的物質 其實我們最害怕的臭屁 其實只有1%的成分裡面 在裡面 那如果你的臭屁 其實如果放不停的話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說 一定身體要有什麼狀況 會出現什麼狀況 有時候只是你的飲食方面 不是那麼協調 那麼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同時合併的 一些腸胃道症狀 像是說大便變細啊 出血啊 胃口變差啊 體重減輕 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務必就醫 因為這時候可能反應著 你腸道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隨時注意自己的一些 像是屁啊 或者是一些糞便 你才可以健康久久 而且配合上我們楊醫師的 那個哥哥爸爸正為大家知道 我長大還健康操 然後呢 多吃蔬果 多喝水 然後呢 放輕鬆 就可以讓你可以成為一個香妃 有屁就快放 沒錯 好不好 讓你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男子漢 你如果連屁都不會放的話 你連屁都不是 太棒了 新天靜康的距離又全方位的 幫大家拉新天靜康的距離 本節目由荊蕭生物面膜 冠名贊助播出